Himalaya Sports 随心活力 大家一起动起来 你有没有想过一天里面 自战我们在运动过后 我们出了一身汗之后 可能瞬间会觉得 哇 我们很有活力 有人选择在早上运动 给自己开启新的一天 舒缓他的压力 运动对我来讲是 培养我的资历 跳出试试圈 那你会怎样想呢 在我们的节目健谈里面 每一集都会邀请 不同领域的嘉宾朋友 由我Norman带领他们 去尝试一些 他们不拿手的运动 对嘉宾朋友来讲 会带来怎样的冲击 他们怎样面对挑战 迎难而上 通过这个节目 还可以听到他们 从来没有对外分享过的一些故事 通过健谈 看他们怎样的表现 那在马来西亚来讲 最让人疯狂的运动 就是羽毛球 节目的首炮 我们邀请到我们的国手 他曾经和Payda赢过的 2010年Olympic的银牌 为马来西亚创造了新的纪录 今天我们的嘉宾 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骄傲 吴柳云 我们欢迎我们的吴柳云 谁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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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其实你现在退役之后 状况是怎样 很多人就以为可能我退役之后 很爽 其实也没有啦 因为我还是喜欢羽毛球的 所以我还是会有一些关于羽毛球的活动 就可能就是他们的投资者 然后接下来我还会举办很多很多羽毛球比赛 就是可以鼓励更加多人 喜欢羽毛球 喜欢运动 我蛮好奇的 因为那一天你在马来西亚公开赛的时候 是最后一场退役的一场 很多人在注目 我也全场在看 因为我很期待你赢 你的样子又很认真 可是我又赢不到 那时候你什么心情 还有你是觉得逛逛还是压力的那一场 其实我这个马来西亚本 本来就不是在我计划当中的 其实那时候我已经有点慢到了训练 那时候刚好秉顺他也讲可以一起配 因为我跟秉顺是从以前第一个比赛开始 就是马来西亚本 所以我就想可能用一个比较完美的结局 也是在马来西亚本 你讲那一场我压力是比较没有什么压力啦 我是想可能在自己的地方 完成啦 就是一个比较完美的结局给一些观众也是好啦 我当时是这样想啦 我只想要用一个比较完美的结局去结束我的羽毛球身家啦 不过很早啊 我对我来讲也是很早啊 运动员生长其实就是这样的 可能就觉得三四多岁 你退休 但其实你知道我们运动员 从三十岁以后 三字头以后 就已经往下滑了 明白 你看我现在对我的对手 世界第一 世界第二 其实我比他们大十岁 其实真的是有一点点 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那种 明白 然后加上又一直受伤 等下跟你聊更多 现在我带你去尝试一些新的运动 我不会怕挑战 来吧 你是篮球派的 现在我是给你一支单 拿来推的 猜猜看 你有玩过吗 我有玩过 但是水平不怎么样 你就不要挑战我了 我也不搭费 越厉害的人就讲他不会打的 我也是试试看你才知道 好 开始吧 在早期 排球是属于 绅士贵族的一项运动 除了球迹外 极为重视风度与礼仪 被誉为绅士的运动 面对这项运动 在羽球场上早已得心应手的国手 吴柳盈 又会如何适应呢 我们拭目以待 最后一次你打扑的是几次 去年 这样你比我还近 我是两年多钱的 我是小朋友玩玩的 这样你会铺的那些规则是吗 当然我知道白球是要在这边 然后八号要在中间 好 我们放进去 好 这样子 对吗 有点错了 什么错 这个一定要三个摄影 这里 然后两个摄影在这里 还有一个摄影在这里 我好像也不对 对 那我们就开始咯 然后黑色一定要在中间 我们再选一个颜色 然后你打到近第一粒球 那个全部颜色 就是陷的跟没有陷的分别而已 我跟男生打 他们通常会放我三到五粒球 五粒球 这样的水平我不懂是好还是不好 这里就有气力了 五粒球要打什么呢 我听说这个是开球的 他们有开球的Q 然后一个是打球的Q 有差别的 开球 直接开是穿热 直接开了 对啊 好了 好像灰样子多 做得好 所以我们就要选其中一粒 进了之后 然后就继续打下去 对 这样应该你很得空 我应该可以坐下来等你 不活赛有一个特别的东西 好像比如说我不要给你打的球 我还要设置主爱给你 拖你对啊 我没所谓的 对于你来讲羽毛球最挑战的是什么 可能一些战术的变化跟心态吧 特别是大的比赛 我们基本上世界前十都是在打心态 因为你的水平很接近 对 你心态不定的话 你就真的是很难发挥 所以也是要感到讲羽毛球的 真的吗 保护好自己 不要受伤 然后第二就是羽毛球 因为你一受伤 你就基本上是 什么都不用弹 还可以进 对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阻碍 这样我也打不到 我决定拿走球 可以 三粒 是少三粒 我打得最难的 好 厉害 所以你看 马来西亚的骄傲 你看 不要拿走球 这个是无一样的吗 这个也是想跟你聊 你觉得现在打羽毛球 跟你定做这样子打 铺有什么差别 这个可能会要思考比较多 而且它给你比较多时间去思考 羽毛球是只有零点几秒 羽毛球是你可以有一个 我可以设计A 设计B 但是很多都是临场表现 当然这个也是会要临场表现 但是你可以有很多时间慢慢去 好像我想要怎样去 标准那个球在哪里 因为你这个是游戏 你那个有对手在对打 对 我觉得那个差别大点 随时会变化 而且我们还有就是风向的问题 天气的问题 然后球管大小的问题 这些都是会影响到 因为羽毛球很轻 那跟这个完全不一样 对 完全不一样 因为它是羽毛 对 完全没有相同的东西 对 真的可以进 对 你的样子好像很不符 不是 我在看着你怎样进 就这样子进 游戏结束 不好意思 现在第二局了 我知道为什么他救我打扑 不是打羽毛球 差一点点 像这样子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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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进球了 终于进球了 也进了 你看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 谁打的 讲成我 我现在要怎样打 其实打六号是最好的 六号 这个是很难打 我们尝试一下 这个是 你可以 其实可以这样子放 好 对 进了 退 对 真的 他没有骗我 其实我们动的话 只能在以下的东西可以动 所以以前我很大力的时候 其实打 反而走掉 对 羽毛球也是有这样子 我们有练几种杀球方法的 你练球的时候 你从小到大 这样你练得会辛苦吗 你觉得 我觉得最辛苦的 我已经走过 好球 好球 你看 两力起进 这个是因为有镜头上 我要表演的 不够 还好 可以打三号 我拿三力的话就进完了 是不是我拿三力吗 我还没有拿呢 现在才来拿 你要拿一 一 二 四 我帮你拿 对 一 二 四 一 二 四 可以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来 我们来第三场了 你赢到你开球 你赢了这一盘就是你赢了 跟羽毛球一样 赢了人开球 三盘两胜 给你下一辈子 给你再选择有一个职业的运动 你选哪一个 我可能会选 网球 其实有时候我们看到那个网球的奖金 我真的是很羡慕 因为我们有时候冠军的时候 其实是他们的 初赛 初赛 对 就会想 他们只是只要报名去打 他们就有这样的价钱 有没有想到我们亚洲人 会跟西方人有点差别 打网球的 肯定是会有点差别 而且我们这里的设备训练 没有像外国那么齐全 你知道这个铺 比赛的时候 我们两个是不能讲话的 是吗 然后眼神是 因为他们讲眼神交流都不可以 那个是赚一阵的比赛 但是我又看到你举摹去比赛的时候 你的眼神跟你现在是很大差别 你做一个等着对方挑战者 就发球给你的手 你这种眼神是怎样 这样 你好 那本宫只能按照公用的规矩处置 我进我 我先给你一回打 好球 好球 你还记得吗 改天你每场放我三里 对 也对 这样你深度怎么去 这样你深度怎么去打 对 所以你知道 你问我特权刚才这样用 有没有用 你讲有没有用 有对 这是很高兴 因为真的我们挑战 有什么感受 因为挑战一个不太拿手的游戏 就可以讲这个曝光羽毛球 是完全不一样的 的想法 手法 这些心态 就还是蛮好玩 我要练多一点的 恭喜你 平了 平了 而且谢谢你放水的 买你狗 买你狗 打完铺之后 一定跟朋友就喝茶 当然不会放过我们的 我们要聊聊一下 因为坦白讲 我其实蛮好奇的就是 背后的一些故事 它的经历 这种我觉得在学习上 我是我很喜欢的 羽毛球又是体力的 一些运动 就是你要年纪应该影响蛮大的 对你来讲 在羽毛球里面算是蛮大的 特别是那种体力的运动 所以我们羽毛球又是那种 很伤 一种银皮的一个 银皮 对 人的银皮 所以你会伤痛你的膝盖 对 因为膝盖就是我们的银皮 因为羽毛球是很多 前 后 左右 跳 这样子我们基本上 全部动作都有 所以其实最伤的就是这种关节 我听过你还做过两次手术 对 我是两个膝盖跟一个手臂 但是我两个膝盖的时候 是试过做两个膝盖 都是因为羽毛球 手臂的时候也是因为羽毛球 为什么我问他这个东西 因为我蛮想知道 就是他过程里面 怎样去撑住 我觉得蛮痛苦的 你可以讲给大家听吗 对 我是2014年做的手术 然后2016年打奥运 2014年大概八 七 八 七 八 五年前 你没有想法放弃吗 因为我受伤了 我不要打了 你毛球 有 其实那时候 就是连蹲都辛苦 就是你上下楼梯都很辛苦 因为那时候我一个月用拐杖 因为那时候我世界前八 然后我就决定去动手术 然后我就有在想 我应不应该继续打 因为我们有太多例子了 你受伤了就回不来 就再见了 你就算回来了 你的水平也是比以前差一半 因为我2012年的奥运 我打不好 对 所以我就想 2016年可能再给我多一次机会 我想表现自己 所以就是一直那个信念 让我去坚持到 到2016的奥运 还有一东西我蛮想知道的 为什么你喜欢羽毛球 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通常 是因为自己父母喜欢 我是因为我爸爸 我15岁的时候 我爸爸带我去拐权 但是他教我 好 然后我开始赢他了 他开始打不过我了 他就开始 我这时候找教练给我女儿了 我差不多9岁的时候 我妈妈给的压力是在于 学业的压力 比较现实一点就觉得 你还是要有一个文凭 会比较好 因为运动生涯没有保障 所以他就会这样子 灌输我这个想法 所以就是 我妈妈那边就叫我读书了 爸爸那边就叫我打球 你受伤的时候 比如说你做手术的时候 爸爸妈妈有什么感觉 他们当然是很心痛 因为毕竟我打球是我爸爸的愿望 从以前他就跟我讲 打球 你要怎样打怎样打 你这样子才会赢 到我手术之后 他就讲你的脚还好吗 结果他第一句关心 就是变成 他已经是不在意那个输赢 他是开始问我你的脚还好吗 我觉得你真的厉害的 因为我觉得你的整个过程里面 其实不容易 就是你真的支持你身边谁 谁是会支持你 比如讲战友 可能是身边的秉顺 其实我跟秉顺是比较少谈到 欲求以外的事情的 真的 就我们没有可能大家看到这样 这样的伴侣 就没有我们会大概知道 对方会遇到什么问题 但是其实我跟秉顺是完全不同的人 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会比较独立 然后靠自己去判断 至于做不做 或者是该不该去 或者是有时候伤心 我都不会让自己有太多时间 去为这一个事情是伤心 我就会可能把自己安排 跟做其他的东西 让我自己分散 你这个女性倒没有情绪 我可以做到这样 对 就有时候诉求的时候 我就会跟他说 我们为什么诉求 然后我们直接找出问题 然后我是伤心 就难受是肯定有 但是我是会这样 你真的不需要支持的 就是解决问题 这个也是好 这个是我好奇 我认识这么多女生 她是最特别的 因为大部分是要人家疼 让人家喝瘟一下 那种你不需要的 你自己做什么东西 你要先学会 先爱自己 先会了解自己 先 你才可以去做 能更成功 我是这样子觉得 真的今天我觉得很够 这次很难得的 我们真的很开心 请到我们的五旅营 来往这个剑谈的节目里面 因为我真的 谈来讲我自己本身学习很多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你 因为我们第一集就邀请你了 真的假的 很多我们要排钱的 我都不要了 我一定要五旅营 我一定要五旅营我讲 真的 这是我的荣幸 非常谢谢 我们送一只很特别的花给你 你看 谢谢 谢谢她 谢谢 我们下一集再见 再见 如果不是挪门的邀请 我应该不会那么认真 去打台球吧 以前都当作是消遣的心态来打 但其实可以在台球里 学到很多的道理 它看起来很安静 但其实在里面很多的自我对话 它就像下棋一般 需要为你的人生布局 每个人生当中 一定会遇到很多的阻碍 挫折 最重要的是如何去破局 台球不只是台球 更是很多的人生道理 经过了今天 我更相信 人总是要在挑战中 看到自己的潜能 很多事情 只要相信 你也能做到 我们见她的节目 除了我自己想要自肥 我还想给更多的福利 给观众 我们请到世界排大楼鱼 OK 很远 对了 你可要自肥影韵 不过我会很危险的 哈哈哈哈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